大家好 大家好 12號 12號 車隊經過市區民眾南方鞭炮歡迎 為了爭取更多市民支持 金融市長劉昌特別請假 與民進黨金融市長候選人蔡思穎 合體進行車隊掃接 沿路獲得許多市民熱情回應 還比出OK手勢表達力挺 讓蔡思穎陣營士氣大政 也相當感激 那思穎要非常感謝優昌市長 還有我們各區的議員 來陪同適應齁 一起來車隊掃些 向知名陳請支持1126 我們繼續讓金融前進 接棒金融延續光榮 那我也感受到 很多的金融市民 給我們熱情的回應 那我看到許多金融市民 對於金融的未來 是希望有陽光 有繼續往前進的感覺 那我想接受了這些市民的期待 我們會來努力 對於對手陣營邀請前總統 馬英九到基隆服選 蔡思穎直批是對基隆人的 再次羞辱 努昌則說尊重 不過他不認為 對金融市民來說 馬英九來會有多重要 我不知道他今天來基隆 來面對基隆的鄉親 他要怎麼來解釋他過去八年 對基隆做了什麼事情 他對基隆如果做了很多事情的話 基隆市不會是全國最後一名的城市 基隆市作為全國 但那個時間點他的任內 基隆市全國最後一名城市 他是要來這邊跟基隆市民道歉的嗎 所以我覺得說 他到其他縣市區我沒有意見 但是他來基隆 真的是再一次又羞辱了基隆人 我覺得好像沒有特別的重要吧 比較重要的是基隆 最近這八年的進步跟改變 是在我跟蔡思英的手上來推動跟完成 那在我們之前 國民黨在基隆執政的一個狀況 是帶給基隆這個破敗跟落幕 所以我覺得馬總統來尊重 不過我們就是照著我們自己的 一個浮選的一個腳步來走 爭取所有市民大家的認同跟支持 李酪昌也透露 對基隆市政建設與捷運案 最支持的總統蔡英文 近期會再來基隆幫蔡思英加持 接下來他與蔡思英更會以徒步掃接的方式 一步一步與市民互動爭取支持 總統來加持 對我們來講當然是很大的一個 支持的一個力量 不過更重要的還是 在地我們候選人的一個耕耘跟勤走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連續三天車隊大掃接 接下來也會在市區的重要的這些區域 進行徒步的一個掃接 直接讓我們的候選人跟市民來接觸 爭取大家的一個支持 蔡思英強調 他已經規劃好四大市政主軸 一定會盡全力實現 未來也會透過 基北北陶首都生活圈的溝通平台 爭取基北月票的實施 希望接棒林佑昌市長八年的亮眼政績 讓基隆延續光榮 記者張旗潘金融報導